美国宇航局正在与一家私营公司合作 开发一种基于脉冲裂聚变概念的脉冲等离子体火箭 可以产生高达10吨的推力 比冲5000秒远远超过目前的其他升空推进技术 可以将安装重型防护罩的载人飞船 在两个月内发射到火星 避免宇航员受到宇宙射线的伤害 这家公司名叫豪威工业 总部位于亚利桑那州 所谓脉冲裂变聚变 来自于1950年代开发核武器时 发展起来的一种已投入使用的裂变点火聚变系统 NASA希望将其和Z股梭结合起来 触发热和刀聚变产生大量宗旨 在周围的油和土秤里中诱发裂变反应 释放出足够的能量来约束和加热聚变等离子体 然后使用磁喷嘴将其喷射出去产生强大的推力 Z股梭技术前不久我曾经详细介绍过 是最早开始研究的可控核聚变技术 利用等离子体轴向电流产生的强大环形磁场 压缩自身 达到极高的温度密度 从而触发核聚变理论上等离子体电流越大 压缩的温度和密度越高 此前一家名为Zab人员的公司 已经在Z股梭装置中实现了50万安培的稳定电流 正在建造100万安培电流的下一代装置 而他们的预计是65万安培就可以实现Q等于1的可控核聚变 NASA脉冲烈聚变团队此前的研究表明 通过将烈聚变目标封装在液态里外壳中 并提供电流回路 这种改进的Z股梭推进系统能够达到烈变临界状态 随后烈变能量会提升聚变反应速率 产生更多的宗旨 从而进一步促进烈变反应 这种推进系统可以提供开放式循环聚变推进装置的效率 同时又具有烈变系统 相对较小的尺寸和简单性 理论上可以实现3万秒的比冲 从而可以在一个月内到达火星 从根本上提高人类探索太阳系 及更远升空的能力 豪卫公司正在NASA创新先进干液计划支柱下 进行第一阶段的研究 将这种火箭用于美国重返月球和火星的计划 极高的推力和更高的比冲相结合 意味着它有可能会彻底改变太空探索 如果NASA同意进行第二阶段的开发 它们将集中力量改进发动机性能 并开发原型机进行测试 最终完成载人火星飞船的设计 简而言之 脉冲等离子体火箭 就是将裂变和巨变结合起来 用磁场加速等离子体高速喷射出去产生推力 这种技术在理论上已经逐渐趋近现实 有可能开发出比任何现有火箭 都要长大得多的推进系统 大大缩短人类探索太阳系的时间 并有望在几十年内进入星际空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